給我一杯忘情水 愛生不流淚 其實我平常我也有在練習台語 你會講台語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句歪去死啊 啊 歪去死 工作時你最痛恨的事情是什麼 我先回答 痛恨的就是等跟背劇本 我最怕背劇本 我好怕背東西喔 但是背就有錢耶 那就背啊 這就是我對於八點檔的轉念 對 開始了 開始了 開心啊 開心啊 當然背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但是人生就是兩個選擇嘛 留下來或離開 麻痺不要歪歪 不要演啊 不行啊 又要賺錢 那就演 那要怎麼演得很開心 那就是 對 轉個念 啊 背就有錢耶 那你說等 其實拍戲真的必須等 你說 你沒等就他等 大家都會等 可莉姐的重點就是 有錢老娘什麼都幹 啊 問題對不對 你就是要來做什麼 阿彌陀佛 這個題目我覺得 對可莉姐其實是不適用的 你現在問他 我跟你講 工作時他沒有任何痛恨的事情 所有痛恨的事情他可以 全部都解掉 沒錯 好像有問題都是我耶 真的要早起就對了 為什麼你會答應這個節目的邀約呢 不用說因為有我 我剛剛沒想要回答就是因為有錢 這是事實啊 你不要說 沒有 但我說真的 就是我不是為了錢 主要我是想要 跟觀眾朋友分享 陳志強這個人真實的一面 就是 他覺得可莉姐在螢幕上就是 對你去死啦 對你去死啦 對 對你去死啦 我一開始對你也是一種感覺 是喔 很多人一定都不敢靠近你 但我第一次在 我們節目一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我才發現你是一個 非常真心情的人 就像你講的 然後真正的苗可莉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做綜藝 可能就必須搞笑啊 所以也很難說很真誠的去分享一些 可能你的生活生命的經驗 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 小技巧啊 透過這個節目 可能可以真的很真心的 去分享很多你的念頭 你的想法 那這樣會不會我們節目 會變成像是 大海慈濟的那種 來 好夠我也有轉過來 苗可莉還在說道理啊 你沒有發現我們後面在曠光嗎 後面有一個那個 老婆那種是多熱啊 對 這個人生的經驗 那可莉姐真的是用了她人生這幾年 妳剛剛講了50年 有50年了 妳剛剛講了50年 我剝一個 天啊 剛剛誰講了髒話 沒有 二八 以後罵妳就罵 50年 50年 到苗可莉 陳志強會聯想到什麼 五秒鐘 講出三個答案 一碗 好 三個 預備 開始 帥哥 帥哥 好帥的 好高喔 好帥喔 好酷 原來我是一個人 如果表面 他很幽默啦 他非常幽默 他超好笑的 而且也沒那麼好笑 有 你好好笑 所以我跟可莉姐相處了 如果用時數來算的話 我跟你真正相處 坐下來聊天的時間 其實不超過兩個小時 很容易跟可莉姐去聊一下 去聊盡心堪力 一真的要聊 我就掏心掏肺的聊 有一點很帥 沒事 沒有了 好 換我 三個答案 好好說 美麗 智慧 好相處 講得好 這個有點難耶 最想要誰來上節目呢 最想邀請 好也很多 王 王雨潔我就想邀請 他私底下跟他 就是鏡頭前其實很像 除了演戲 演戲 那有不同的面相 但娘真誠的小女孩 對 你咧 就是想跟實際 是有點小腳差的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 金城武 然後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這個請不到的 沒有 我最想真的 劉德華 因為他是我從小到大的偶像 真實跟夢想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最想要的就是 瞬哥 你看這長相就有落差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瞬哥很有內涵 而且你只要找瞬哥來 我們那一集很好算 基本上不用說話 都瞬哥一直說 一直說 他還要丟球給我們 才有辦法回答 那私底下包個紅包給他 我私底下都叫他師父 然後他常常就會 他其實常常一句話 就會讓我哭了 很容易去 觸碰到你的心 我覺得還蠻希望 他來我們節目分享 因為他又好玩 然後又能說出很多人生的哲學 他在講哲學當中 還可以很幽默地讓你笑 瞬哥可以先來 那劉德華什麼時候呢 你不要看我 你假裝我是劉德華 很難啦 你現在要訪問劉德華 給我一杯忘情水 我感覺不要哭 你還台灣哭 我一生不流淚 有嗎 有像 可莉你好 我是劉德華 德華 非常開心你今天來上我們的節目 其實說真的 我很開心 我不想說我從小就喜歡你 因為我其實現在很討厭聽到你那時候 從小看我的戲長大的 但是我真的 從我就是年幼的時候 看你的電影就非常非常欣賞你 然後 對我來講 你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人 出了演技 別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平常 我也有在練習台語 你會講台語 會 真的喔 會 沒有啊 所以該在那邊 我都是看你的戲在學台語的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句歷史啊 嗯 哼 哼 哼 都歷史 喔 你看啊 你說起來都不兇 對節目的期待是什麼 我期待 每個來賓來我們節目 也可以透過你的分享 然後可莉姐解惑 對啊 而且不只是來賓 我是滿希望說我們這個節目呢 可以變成他只是無聊 想看電視 對 那看我們也是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最好的陪伴 7月31號起 週一 週二 晚上10點30 張立台灣台29頻道 阿姨玩醉